4月24日,由严清秀·余德安导演的电视剧《阿纳尔汉》在京举行了开播发布会,宣布该剧将于5月中旬登陆央尺一套黄金档。 当天,导演严清秀·余德安协主演阿普利克穆、阿普莱提、迪利热巴、迪利穆拉提等一众主创席助亮相活动现场。 当天,陈建斌也是作为新疆班的议员亮相活动现场。 近日,亚安地震成为了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。现场阿纳尔汉的剧组也向亚安灾区捐助了善款。 陈建斌一时表示了每个人都应向灾区祈福。 所以你应该是为他们祈福的,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此时此刻都是为他们祈福的。 4月20日,亚安地震发生后,祈福亚安成为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,通过活动举行向灾区人民传递祝福。 当天,陈建斌也是透露了自己即将开拍的一部新剧,也将在活动上安排祈福亚安换节。 我们,因为我下边有一个戏,马上就开拍了。 我们的开拍仪式也是一个,就像今天这么一个仪式,就是他们已经跟我,我们已经沟通好了。 就是我们开机仪式,也会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仪式。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 Let's go, let's go! 感谢观看